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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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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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礼拜一有说可能水费要调整 那么今天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今年我们已经针对用水大户开征了耗水费 所以其他并没有规划要涨水价 但是他呼吁大家节约用水 然后这个到是明天开始 大户用电的大户将实施下月电价 夏天因为很热下月电价 另外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 根据林传媒公布的最新民调 如果国民党推侯友宜 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15 按照朱立伦的讲法 这个礼拜他们就会征召所谓最强的候选人 那大家现在在猜到底是侯友宜还是郭台铭 那这个林传媒说 如果是侯友宜 那跟赖清德 柯文哲 三个人撒卡都 赖清德39.22 第一名 柯文哲21.74 第二名 第三名是侯友宜20.44 那还有12.25%没有决定 赖清德39.22 颜柯文哲21.7 那就差了17 接近17个百分点 好 那么如果是郭台铭被征召参选 赖清德是39.19 也是第一名 第二名 郭台铭 25.88 换句话说 这个两个人之间 郭台铭的实力比 侯友宜还要坚强 那柯文哲变成19.67 拜第三名 上位决定是百分之九点一二 那这个林传媒呢 是 他是委托台大政治系的 张又宗教授 设计问卷跟调查 由皮尔森数据负责执行 总共有效样本 高达10779份 好 这个是零传媒 那么根据年代 民调民调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 沙喀都 国民党若派侯友宜 那么是28.3 输给赖清德的33.3 两个人差距是五个百分点 柯文则是19.7 那如果改派郭台铭的话 赖清德33.5 郭台铭30 这个显示 郭台铭比侯友宜 有胜算 老实说 现在看民调 只能够参考参考了 因为 经济民调都有它的目的性 好 那 这个今天 人家就问 这个郭台铭说 你有信心向征兆吗 拿名吗 郭台铭说 他有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信心 他会出算 那 如果最后提侯友宜呢 你会团结吗 他说 团结都不一定会赢 更何况分裂 我们一定会团结 这是郭台铭 郭台铭 说的我会信你吗 那要按照他以前的记录 也只能够听听而已 那 今天 大家双方 可以讲 动作频频 今天 听郭台铭的国民党中常委 释出了 征召郭台铭的提案 并且列出 六点声明 说郭台铭进来的声量 已经领先 加上过去的历练跟能力 都证明郭台铭是 最适合国民党 且最有机会 在明年胜出的人选 这是郭台铭 听郭台铭的中常委 释出的声明 那 这个 可是 实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按照 这个 电视评论员 张宇韶 他说 因为 张 郭台铭 阵营 验请了国民党 部分中常委 那事实上去的中常委的数量不少 那 这个 他说 这个是要保留 如果 朱立伦 这个 征召了 侯友宜 这是保留 兵度的正当性 翻桌的正当性 所以这几天 非常的关键 按照 国民党的前立委 邱毅 一共 郭台铭 又是 见了韩国瑜 表示韩国瑜挺郭台铭 然后 这个 他又 办了很多肇事大会 然后又 又去见了 柯文哲 他说 这些大动作 其实已经 无力回天 新北市场 侯友宜阵营 在礼拜三晚上 已经准备好 大行庆功宴 这个礼拜三 就是5月17号 那么 他说 郭台铭 已经无力回天了 其实重要的是 郭台铭的 下一步 好 那 郭台铭的下一步 会是什么呢 国民党 对不起 不是 无党籍的 桃园市议员 他 以前是国民党籍 那么 是我们的 这个 少将 国军的少将 桃园市议员 于北城的分析 他说 郭台铭不可能 愿意当副手的 朱立伦如果提 侯友宜 那 郭台铭至少 会继续拼到 7月底 好 那为什么是7月底呢 因为7月底 是国民党的 全代会 他会拼到那时候 如果这样 就真的有戏好看 这个 他们也许都在 国民党待过 所以对国民党会 比较了解 好 所以这几天 这几天 这个国民党的动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 这个 今天晚上 朱立伦 要跟 郭台铭见面 那为什么跟郭台铭见面呢 这个 据说是希望大家不要 擦枪走火 意思就是说 你们可以比较低调 不要这样拉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那 为什么大家拼成这样呢 我们再看一个新闻 前 新竹市议员 国民党籍的 严正德 他 这个 扎领 这个助理费 高等法院呢 跟一审 依探入自罪条例 把他判 四年四个月 此处公权四年 你知道他扎领 助理费多少钱 这十七万五年 十七万五千块 判四年半 那现在呢 最高法院 已经驳回他的上诉 已经订阅了 一定要关 十七万五 判四年四个月 此处公权四年 并购罚金 四十八万 贪污 那 这个小新闻 为什么要念呢 我想请问 如果这个 四亿元 扎领助理费 才十七万五 就 重判四年四个月 此处公权四年 并购罚金 四十八万 那请问 高宏安呢 高宏安 到现在 竟然无声无息 那书法 怎么幽默 关起来 严禁 怎么担命 有这种司法吗 为什么是这种司法 因为高宏安 大尾 因为高宏安 后面代表的人 大尾 我判断是 含书法 都怕他 哪有这种司法 希望大家继续 这个严格监督了 不要再讲 司法什么 多公正了 好 那么 这个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今天公布 小英总统 这种七十年 的司政满意度 七周年 我记得 马英九九八季 他的司政满意度 纯高趴 所以大家都说 他是九趴总统 那不然 大家输得 清晴 那么今天这个民调是 小英执政七周年的 执政满意度 来 59.6%满意 他的维护主权的表现 只有30%不满意 国王的表现 有49.8%受访者满意 50.7%认同 小英这七年的执政路线 不认同 44.3% 对小英总统的满意度 竟然过半 百分之 53.6%满意 不满意 43.9% 所以是53比43 老实讲 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因为这几千年 还剩一年 今年还有这么高的满意度 那么 77.5%的民众认为 世界各国对台湾的关注有增加 60.5%的人认为 世界各国对台湾的支持有增加 57.1%的人认为 台湾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有增加 其中比较差的成绩是经济表现 说对小英的经济表现不满意度 52.3% 满意度42.4% 52比42% 那这个 他们的这个分析是这样 就是说 民进党支持者跟台湾激进的支持者 认知比较一致 国民党民众党支持的认同比较相近 所以民众党是属于蓝的政党 而台湾是准分裂的社会 那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士平老师 他说 小英啊 满意度维持五成 算是非常高 那目前台湾啊 蓝绿之间高度对立与分歧 国民党支持者反对民进党的政策 民进党支持者高度支持 这让中国很容易见缝插针 然后他又说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把统一台湾当成永续执政的目标 这跟台湾啊 谁来当总统已经没有多大的关联 目前韩国日本高度关注台湾 研判中国武力犯台之前 可能会先攻击在韩国的美军基地 北韩会重新跨越38度线 重启韩战 日本的美军基地也会受到攻击 好那么 这个 是 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 另外呢是 这个医疗的好消息 给大家报告 小英总统啊 今天出席了 台北荣民总医院 北荣 重力子 癌症治疗中心的开幕 小英说 这是台湾第一座 全世界第十四座 重力子癌症治疗中心 而日本的医界朋友也来到台湾一起参加盛大的典礼 他说这是台湾和日本医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小英说 过去台湾啊 患者必须飞去日本才能够接受重力子治疗 但是 在中心 这个中心啊 开幕了 不仅能够提供国内啊 患者的医疗服务 也欢迎国际有需求的患者来台湾做治疗 小英说要完成这座治疗中心 很不容易 那么 中心落成 这个是代表台湾癌症精准医疗 医学放射线治疗最后一块的拼图 好 来 我们来关心俄乌战争 啊 今天今天乌克兰共 说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攻取了 啊 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巴赫姆特 四郊超过十个俄罗斯的据点 并且 俘虏了啊 都多个部队的敌军 那么 啊 这个 巴赫姆特的俄罗斯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的首领 叫普里格金 啊 他今天啊 指责俄罗斯的正规军 啊 竟然弃守阵地 好 现在啊 乌克兰打算要收复的师徒 包括 盾内刺客 卢干司客 还有克松 还有扎波罗热 然后啊 这个 啊 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啊 到德国去访问 啊 他跟 啊 这个德国总理 萧之 啊 这个 开了联合记者会 那今天呢 有一个消息是这样啊 就是说 德国军火工业的龙头叫 莱茵金属公司 就莱茵盒的莱茵 哈 莱茵金属公司 将在乌克兰啊 设 啊 坦克生产工厂 啊 进行技术移转 那么 啊 这个 未来要一年生产400辆坦克 德国坦克啊 让乌克兰有中长期的啊 智慧的能力 那现在呢 啊 这个透过北大西洋公益组织啊 啊 盟国已经运交了乌克兰啊 100辆 爆一啊 爆市的一行啊 的这个战车 还有 爆二啊 爆市二行的这个战车给乌克兰 希望能够协助乌克兰 夺回东部跟南部的司徒 那 德国今天呢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啊 总值910亿台币的军火 好 那么 这是俄罗斯入侵德国 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最最大的一笔军事援助 那这显现德国成为乌克兰 重要的军军援国 好 按照肖子的说法是 德国是仅次于美国排第二位 好 大家好像态度又有更积极了 好 似乎也许啊 如果能够反攻 能够赢的话 就有谈判的筹码 那么 哲伦斯基啊 他也造访了法国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 讨论乌克兰的紧急需求 那马克宏说啊 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上 输掉了战争 已经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 已经是苏联老大哥 共产国际的老大哥 那么扶持了中国的共产党 现在中国的共产党已经赢过俄罗斯了 那这个马克宏说一切都是普丁挑起的 他说普丁现在已经丧失了进出波罗的海大门 然后因为为什么 因为俄国已经加速了瑞典跟芬兰 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 而波罗的海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关键 马克宏说 这两 这是在两年前啊 大家都还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此这可以说是俄国地缘政治的挫败 事实上俄罗斯不该打赢这场军事战争 他重申协助乌克兰人反击 并且准备将来谈判的时候安全保证的问题 那泽伦斯基啊 这一次哈 已经啊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德国总理肖茲 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这一个啊 教宗方济各都见了面 那么得到了啊 实质的权力支持 好这反攻好像是越来越有那么味道了啊 那啊这个 刚刚我们不是讲到普里格金吗 普里格金啊 最近啊 变这个什么 怪怪啦 他因为弹药跟资源问题 跟俄罗斯国防部闹不合 他宣称啊 整个撤退行动 从巴赫姆特撤退是溃败的 那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说 美国啊 之前外泄的文件显示 普里格金曾经啊 试图向乌克兰 透露 俄军部队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的条件是 乌克兰 啊撤退 那么 他就把俄军的这个位置 给这个乌克兰 不过 乌克兰是拒绝的 好 一共啊 因为这 他在 这个 巴赫姆特 已经啊 他的这个瓦克兰集团 在那边战死了几千个人 好 那么 另外呢 我们看哦 中国手机大厂叫做OPPO OPPO 宣布 终止研发晶片 而且关闭旗下晶片设计公司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 中国的造晶片运动 再度受挫 那为这个 主要是美国科技封锁扩大 好 这个 现在中国啊 力求突围 去美国化 扶植 他的这个晶片产业 好 可是 OPPO在一个多月前啊 才宣布 自行研发晶片 然后要把他的晶片啊 放在自己的手机上 好 想不到一个多月后 就宣布终止研发了 好 而且关闭了 他旗下 晶片设计公司叫做泽库 这家公司啊 然后三千多个员工 全部面临失业 好 显然 照晶片 那有这么简单 那有那个高尾 未经 宣布 现在就宣布关起来 好 那么 在OPPO退出之后 中国手机厂 只剩下 华为 小米 自主研发晶片 哦 那 华为因为被美国制裁 5G的手机 已经完全 啊 不生产了 哦 哎 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现在在持续扩大中 短期之内 不但没有松绑的趋势 而且一个 又一个的美国的盟友 宣布以不同程度的方式 加入了包围网 切断了中国 制造最先进 啊 半导体所需的工具 技术 还有人员 还有这个材料 哦 那 中国不能够做以代币啊 所以呢 希望啊 透过补助 哦 来啊 扶持 可是 哎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 哦 晶片不是扣钱 我就改划了 那扣钱我就改划 那就简单了 哦 啊 5月19号 今天是5月15 5月19号啊 在啊 这个日本广岛 要举行G7高峰会 哦 那么根据 啊 这个外媒的报导说 这一届的G7 将发表 关切中国 经济胁迫的声明 哦 所以呢 中国学者 他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的研究员叫熊李立 哦 他说 拜登政府的联盟战略 正由 价值观联盟 转向 技术管制联盟 哦 接下来 对中国 技术的打压 啊 对中国技术的管制的输出 哦 会更加的严格 会推出更多措施 哦 所以中国 啊 一定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那么 啊 这个中国啊 在 这个日前啊 发布了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啊 年增率是百分之0.1 0.1% 0.1%很低啊 哦 啊 全世界的利 特别是美国 利息不断的 升高 是因为通膨 哦 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那中国呢 中国不但没有升利息 还降利息 哦 因为 啊 这个CPI很低 那为什么CPI很低呢 哦 啊 啊 因为中国人现在不敢消费 没钱啊 不敢消费啦 说辽宁 安徽 河南 贵州 山西 吉林 上海 七个省 哦 CPI是负成长 那中国现在担心 哦 好像还没有进入典型的通货紧缩 但好像 已经面临了 类通货紧缩的压力了 哦 没钱啊 不敢消费 我就说中公没钱啊 特别是他的地方在实在太严重了 好 那么 啊 这个泰国的国会大选 投票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九 啊 的开票了 啊 目前是由 啊 两个最大的在野党 啊 取得大幅胜利 啊 最大的在 这个大幅胜利的包括 啊 前进党 还有维泰党 哦 现在军方所支持的团结建国党 咪咪咪咪 哦 那所以前进党的 啊 这个 党魁叫皮塔 他要角逐总理宝座 泰国是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 哦 那么 也是很重要的国家 那这个泰国啊 的这个 党魁 啊 前进党党魁 皮塔才42岁 哦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要筹筑联合政府 这是前进党哦 维泰党是谁呢 维泰党就是前总理塔信 哦 他后来啊 啊 被迫流亡的时候 那他很有钱 那他很有钱 他的这个啊 啊 维泰党的党魁就是他的女儿啊 也很年轻才36岁 那么现在我们介绍一下皮塔啊 这皮塔他出生于泰国的政治世家 他的爸爸叫邦萨克 是农业部的顾问 叔叔巴东 是前总理邱达兴的幕僚 哦 换句话说 他其实有政治的这个 啊 历练哦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被送到纽西兰去读书 啊 他就一边啊 写作业 一边听纽西兰总理的演讲 因此激发出对政治的兴趣 哦 那不就哦 你你的家里给孩子听了 变轮也不错哦 那皮塔呢 在泰国曼谷的法政大学毕业后 啊 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公共政策的硕士 并且在麻省理工啊 取得工商管理的硕士 然后回到泰国以后 成为外送跟轿车应用程式 叫做Grab G-R-A-B 的执行董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皮塔呢 是泰国年轻世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以这本参计推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遏制商业垄断 结束征兵制的政见 提议修改非常严厉的 王室修辱法 哦 你也对王室没来吗 哦 那个处罚会非常的严重 他认为要修改 哦 因为过去一旦有人触犯 王室修辱法 最高可以处15年的 有期徒刑 那么前进党在皮塔的税林下 吸引到非常多年轻的支持者 他们热烈的出席各种造势活动 让皮塔的民调在竞选的末端 疯狂上升 那么导致今天选举的结果 如果军方啊 有这个额外有250席 不用选就可以当国会议员 所以说实话 他要选中立也不太简单 好 老实说 泰国的军人执政 那是一场惨剧 惨剧 那说到他要选中立 我们就来看 这个台湾总统代算 因为 10位啊 这个郭台铭 找这个 郭民党很多中将会 做的吃饭 那 挣挣钱他有去 他说啊 三分之二的中常委都支持郭台铭 那审智会说啊 多数的中常委都支持郭台铭 陈玉珍说啊 29个中常委 有16个支持郭台铭 所以呢 他们要求 这个最后的 这个 提名征召 要听中常会的 那国民党什么时候开中常会 礼拜三 所以我相信啊 礼拜三的国民党中常会 会非常的精彩 啊 大家啊 这个较敬大家的这个对立 好 那么啊 现在呢 因为 啊 郭台铭就找了这么多的中常委 吃饭 那 G7 这边 就说 这个公然在绑装嘛 这涉及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这胜党可以赢十年以下 可以赢一千万的赢金啊 好 那么 挺活派现在很不服气 不过我感觉 这点啊 柯文哲说了有得力 都是选举的规则 没有定好 必定 天下大乱 哦 一下子说有民调 一下说有征询 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哦 现在关心不听 这个中央气氧局说啊 周三之前 今天礼拜一 那么礼拜三之前啊 这个 会开始变热 那 那个热啊 大概都会30度以上 有一点像典型的夏天 那拜日到拜日 受到封面的影响 专台湾可能会流行 特别是西半部 连续三天有震雨或雷雨 哦 明天开始 到礼拜四川 台湾啊 会逐日回温啊 所以比一天更暖 然后 呃 这个会超过30多 很闷热啦 哦 好那 东部啊 可能会出现 36度的高温 甚至焚风 焚风 好那 另外呢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礼拜三啊 因为 郭民党是受伴 当主席 说你可以 让你自己决定 挣招 是最强的 那 朱立伦说 我们就第一民调 第二征选 党内首长 第三民意代表的意见 就是参考科学数据 就是社会反应 请问 请问这样子到底 有没有客观标准 这好像没有呢 民调 你说他贏 我说我贏 这个首长跟民代 中将委 现在听郭台铭的说 天官会比较多呢 那最后会怎样 谁也不服谁啊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地方嘛 那么就柯文哲讲的 游戏规则不清楚 天下大乱 好 不过因为这个 郭台铭他表态要参总统 那表态要参总统啊 我如果看他的政见 他都什么事情啊 比如说两岸 这个他都给民进党 这个今天 主义师部的总编辑 周建文下特的特稿 他说 你看现在中国和韩国的政党 中国和日本也没爽快 中国和福利兵的纠纷 中国和外南之间 和中国和欧洲之间 中国和印度之间 对一个国家 含义爽快 难道这些都是 民进党搞的吗 问题就在中国嘛 你怎么可以归咎给民进党呢 这个 另外就是说 旧盖旧那时 阿公也怕旧盖旧 难道蒋介石主张台独吗 难道是蒋介石在挑衅吗 所以啊 中国这样子逼得日本 福利兵澳洲都新设了军事基地 作为战略调整 所有的所有 都是阿公的 现在他因为啊 要跟美国抗衡 所以呢 啊这个 咄咄逼人 一共1954年到1955年 中共去打一江山 美军跟蒋介石派兵 把大陈岛的军民 哦 撤退到台湾来 哦 请问谁在挑衅啊 阿公的怕一江山 难道是蒋介石挑衅吗 1958年 共军对金门发动 823炮战 哦 直接就打在金门岛上 哦 造成巨大伤亡 请问 哦 这个是谁在挑衅啊 他说这两边的建筑 国民党戒严政府 都在反台独呢 阿公的照项给你打 打得你死我活 哦 1995年 96年 第三次台海危机 共军在台海周边 海域四射导弹 哦 也是搞到战争危机边缘 当时也是国民党这情 当时也是坚持一个中国 请问 那时刻国民党都会做不对 阿公的不是给你打 哦 后来 马云九说一中个表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谈判 哦 现在郭台铭 哦 说他要用一中个表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请问 一中个表 你政府没做过吗 马云九没做过吗 结果又怎么样 有谈判吗 哦 哦 别想想啦 哦 那么 呃 这个 因为啊 主要是 阿公的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不承认中华民国 哦 因为中共所谓的一中原则就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 郭台铭想用中华民国当基础来跟中共谈判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阿公的如果是和中华民国谈判就变成两个中国在谈判 这违反中国设下了红线 哦 然后呢 中国国大办在古年七月 透过记者会向全世界表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取代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跟国际法上的唯一代表 哦 而且他们拥有台湾的主权 请问 那你要怎么用中华民国谈判 哦 然后呢 谈判 你说要怎么签签约 哦 阿公的你1949年签了国内和平协定 请问 啊 国民党不是让他打到台湾来吗 哦 中共跟内蒙古在1947年 啊 签了这个协定 跟新疆在1949年 啊 对 1947年1949年都签了 内蒙是1947 新疆是1949 西藏是1951 哦 都谈判都签了协议 请问 最后还不是血腥镇压 哦 然后 啊 这个 中英联合声明 和英国签的 现在说那是有做 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 签问 啊不是把你撩破 啊 所以 想要用什么中华民国一中个表 没担 哎呦 这真实在吃人说梦 哦 那 呃 讲到这个 我们再看啊 今天我看 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 呃 经济部 能源局的前局长 他写了一个名家观观点 这个人叫方良吉 方良吉啊 的标题叫做 为什么 SMR核能 仍然不可行 哦 你不记得 说什么 呃 郭台银公一线 一线一线一线 都要装一具 一座 啊 这个SMR 也就是核能技术小型模组化 核电厂 哦 好 其实他的 啊 英文就叫 Small Modular Reactive 哦 SMR 好 那方良吉的 啊 这个 啊 观点啊 他就说啊 以前是因为 我们的核电厂都太大 太大 啊 太大都起很久的 啊 起很久的 成本都会拖啦 哦 所以不到发明说 啊 不然用小型的 很有效率 那小型的 有得这么好吗 他说不贏啦 哦 因为SMR 现在全世界都处于 研发阶段 哦 未来能不能商业投入 大不可知 哦 他说哦 这个国际间现在还没有 SMR商业化的机组实际的运转 哦 最快最快 可能是2028年了 哦 但是那也要为之数哦 啊 这怎么呢 他比传统核能 核能好吗 哦 他说啊 他的这一个 啊 这个什么 哎 他的 小 哎 小型反应炉啊 机型要3000部左右的规模 才有模组化量产的价值啦 全世界要这些有三千桌 他才有价 他有才有价值 才有人愿意生产 哦 再来 美国啊 2022年 啊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论文 说这种小型核子反应炉的核废料生产 是传统核能电厂的5.5倍到35倍 记住 5.5倍到35倍 哦 请问现在我们这个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 无法处理啊 更何况是5.5倍到35倍的核废料 哦 然后 他又说 他说啊 啊 这个 啊 这种小型的核子反应炉 需要很高的浓缩用 他说很多国家哦 会用民生的这个 啊 手段 掩护 他们要发展核武的风险 所以全世界都走到要死啊 哦 他说环境这哦 啊不经济规模 也不成熟啦 哦 这个所以呢 连台硕 哦 本来看好的 现在也已经 啊 这个暂缓执行了 哦 那方良级是经济部能源局前局长 哦 今天我看这个是什么 呃 工研院的这个 啊 研究员 其实也写的论点跟他几乎完全一样 哦 所以郭台铭基本上在乌鸾说 没准的事啊 哦 好 那么哎 这个谁是谁呢 工研院 绿能所 能源政策 其推广组组长 叫洪明龙啊 哦 洪明龙说啊 全世界有19个国家投入SMR的开发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商业运转的啊 场域哦 预计最快到2028年啊 他说台湾啦 较少了要建SMR 必须要克服法规技术 人才选址核废料等五大挑战 哦 好 条件大不太大了 所以啊 这个郭台铭说的不通 哦 好 那倒是什么会通呢 哦 今天呢 这个啊 报导是说 国内的绿电啊 哦 过去 九成八倍台积电一家买走了 现在呢 到去年 哦 台积电 绿电吃掉了百分之七十四 哦 就是说 今年我们生上的四个绿电 三个去台积电拿去 哦 啊 很多其他需要绿电的装小器的买博 哦 哎 这个 现在我们国家是发 这个再生能源凭证 哦 代表你买了一千张绿 一千度的绿电 哦 代表一张 那么到2022年 发了215万张绿电的凭证 哦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发出了 21.5亿度的绿电 好咯 啊 不然台大电想要买日月光也想要买南亚科也想要买 因为现在 啊 这个 很多买组都希望你能够有绿电凭证 哦 因为保护地球嘛 哦 那 你说台积电现在还签约买下了卧序 常新等离岸风电还有太阳能电力 好 那 我要讲什么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好价钱 不就是小英 有发展绿电 如果现在台积电要对买绿电 虽然台积电啊 用电大户给买很多的去 哦 啊 其他可能要买不算得到 万万也买得到啊 预计2023年底 绿电凭证的张数会突破300万张 哦 然后2025年 2025年 会冲到700万张 一度绿电是四口三 哦 那所以啊 台湾要发展的是什么 赶快发展绿电 哦 那好加在啊 我们现在已经发展绿电有成了 哦 好那么 另外是一个出门出门的新闻啊 就是说 我们的知名乐团五月天啊 五月底去北京买 在鸟巢开场 国家体育场鸟巢 结果说 买N几条呢 N六条 三十万张门票 也就是说一场是五万张 结果五秒钟 票被买光光 他们认为都被黄鸟买走了 你看看五月天 在中国有多红啊 好那讲到中国 最近啊 有一个新闻说 这个有四百个中国旅客 到达意大利以后 跳跡啦 以各种方式非法滞留在意大利 导致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 暂停所有的团体签证 有的新闻说有 有的新闻说没有啦 好 不管怎么样 请问 哪一个国家的人 会去到人家那边 不想回自己的国家 跳机啊 啊 今天不是好到 好 好到要害 怎么去到美国 想移民美国 想移民加拿大 移民澳洲 移民纽西兰 移民欧洲 现在要跟他跳机意大利 害得意大利不敢再发 核发团体签证 什么样的国家 你的家 家园你不回去啊 你宁愿跳机啊 啊 今天真的有那么好吗 哪有那么好 他的人是怎么都跳机呢 这实在是太有趣的这个发展 好 那么 这个 我们再看啊 好小时是我们 9月份 我们的这个手艘国造的浅舰 就要下水了 那 要下水 我们会增这个 18粒 重型油雷 这美国廟 说一粒重型油雷 要1000万美金 2025年 我们会全数获得 它的静音设备 这个在水下的 这个 停的这个能力 比以前都要好很多 那这个是小英 老实说他坚持的结果 那这个 值得恭喜了 好 感谢大家 时间到了 明天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